今天收到了一把破损非常严重的牛角书 是一位扫地的保洁阿姨拿来让我修的 我看到破损的牛角书基本没有维修的余地了 而且估计修好了也没办法梳头了 我和阿姨说要不别修了 阿姨很失望地说这把书子是她已经离世的父亲送的 从小一直用她梳头都十几年了 今天在收拾的时候发现了这把书子 刚好通过视频认识了我 孩子快生日了 她想给孩子一个惊喜 可是买把新的比较昂贵 对于一个单亲家庭而言 阿姨的收入是蛮不了的 听到这里 我决定免费给做把一样的牛角书 做完后 阿姨问我要多少钱 我没要 做好的是一把普通的牛角书 修复的却是阿姨对女儿的爱 我用六个小时免费帮阿姨做把书子 观看视频的你 愿意花费一秒钟为我这个视频点个赞吗 谢谢你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